嘉義市某私立幼兒園 前天開學第一天 有一名父親接女兒放學回家 卻因為老師掛錯名牌 誤接走別人家的女兒 讓對方的家長相當焦急 一度懷疑是刻意拐帶孩子而報警 原方也談成錯誤 已經結聘老師 強調後續會強化上放學的接送流程 幼兒園上學第一天 其他家長接孩子回家 卻也有女童放學時被報錯 嘉義市這間私立幼兒園 這個月一號開學 一名兩歲女童家長接到電話 說女兒穿錯鞋 但女童阿嬤在校門口等半小時 等不到人 發現孫女被另一名不認識的男子 抱回學校 原來這名男子接錯小孩 當然知道這是老師的疏失 晚上也馬上開檢討會 請老師原委講 我們晚上也立刻做決定 這個老師就不適任 是有點誇張 我覺得 那些老師在那邊送的人 應該都要注意一下吧 幼兒園表示當天開學 第一天新晉老師對孩子不熟悉 疑似交名牌掛錯人 才會發生錯誤 對家長感到抱歉 以解聘老師 我們會針對全案的就是來做了解 看看幼兒園在行政管理這部分 有哪部分的疏失 市府則將等學校送交報告後 進行行政採處 只是女童家長也質疑 抱錯人的男子 發現女童鞋子穿錯 回來替換 卻沒發現長相不同 質疑男子是否刻意拐帶女童 幾方表示全案沒有不法行事 原方也強調兩邊都是家長 後續會嚴格精進 孩童接送流程